水果熱帶淚,香蕉成熟過程揭秘 香蕉一直都是我們長期熱賣的水果之一 要確保它的新鮮度和陳列得體 大家就要認識它的成熟過程吧 香蕉本身會散發出月氣氣體 這種氣體有吹熟水果的作用 如果在收貨的時候發覺香蕉味成熟 我們就可以原商將香蕉放於陰涼處存放 用它本身發出的月氣氣吹熟 相反,如果顏色已經開始帶青黃了 那我們就要馬上把紙箱和膠袋打開 把月氣氣體放走 再把焦箱打斜角做雙碟起 這樣就可以節省儲存空間 又可以減慢香蕉轉熟的速度啦 這些都是維持香蕉新鮮的方法 不如大家都嘗試催促一些硬買 而品質又好的香蕉吧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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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